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八种动物进家门 遇事马上就要发大财 一定要去买彩票 世事难料 一个人乃至一个家人 家族的兴旺发达 有许多因素的加持 除过实力因素和人脉因素之外 还有运气、机遇、心态等多方面因素 古人认为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 除过一家人努力奋斗之外 还跟一个家庭的气场有关 所以当一个人走好运的时候 不管是身边还是家里 总会出现一些征兆 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获得这份好运 那当家中出现这些征兆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运 让自己富贵起来 快跟小酱汁一起来看看吧 1.燕子在人们心中口碑不错 是有名的吉祥鸟 代表着美好和幸运 但是燕子喜欢把窝巢住在深宅大院的屋檐下 对普通居民的屋檐常常避而远之 因此燕子在民间被赋予贤爱富的象征 燕子不尽苦寒门和旧时王谢前堂燕这两句俗语 是对燕子生活习性最好的说明 在老百姓眼里 每到春天来临 只要有燕子来谁家住巢 通常会认为这个家庭会富贵起来 实际上并不是燕子贤贫爱富 而是燕子对居住环境要求较高 喜欢安静、高大、宽敞、明亮的生活环境 古代百姓常住茅草屋 这些房子的屋檐大多低矮、简陋 环境并不能够满足燕子的居住要求 因此燕子不会卫身于此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燕子选择在谁家住巢 就说明这个家庭的气氛非常融洽 和睦美满 听不到争吵声 这样的安静环境 燕子生育和抚养燕子宝宝时没有打扰 当然喜欢了 燕子选择居住环境 从侧面也反映出一个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指数较高 蝙蝠足称飞蜀 它通过发出超声波来飞行 在民间很多地方被认为是一种吉祥动物 如果蝙蝠飞入家中 遇事浮运将来 因为浮通浮 也是财运好转的征兆 三 家中有贵客来访 贵客是指社会中有一定名望的人 突然到你家来访 说明家运开始好转 因为贵客寓意贵人 有吉祥增福之相 贵人的到来就是带来福运 使家里蓬壁生辉 喜相横生 财运也自然好起来 想必许多人听说过 猪来穷 狗来富 猫来开当铺 这句俗语 狗在民间的口碑相当不错 很讨人喜欢 本身就是富贵的象征 对人的贡献远远大于索取 狗不但会看家护院 还会对主人忠心耿耿 一直扮演主人好帮手的角色 民间认为如果谁家院子里来了一条野狗 怎么追赶都不肯离开的话 就应该把它收留下来并驯化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能养得起狗的人家多是富贵之家 穷人常常为一日三餐而奔波 哪有闲情意志去养狗 狗能来到某个人家 说明这个家人的生活条件并不差 有吸引狗的优势 况且狗很容易调教 把它调教好后 会成为家庭的得力助手 看家护院 陪伴主人 震慑其他小动物来骚扰 都是狗的特长 能帮助主人解决许多问题 五 柴火发出笑声 估计很多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柴火发出笑声 是在农村经常见到的 农村人做饭都习惯用灶台 烧柴火 烧柴的声音一般会有小的琵琶声 但偶尔会听到像是人呵呵笑的那种大笑声 柴火发出笑声 遇事近期会有贵客临门 来的可能是亲戚 朋友或者生意伙伴 这段时间 主家事业看涨 财务丰足 是要发财的迹象 六 竹开花 竹开花时间间隔大约15年 平常难以见到这样奇特的场面 自家竹子开花 预示你最近好运就要来了 财运指数不断飙升 各方面发展都处于上升时期 事业有成就 工作顺利 四方来财 生活中天才喜事不断 福泽连绵 财富入家门 七 蜘蛛吊 俗话说 蜘蛛吊财神道 在民间 蜘蛛又被称为喜子 是喜庆财富的好兆头 如果家里出现蜘蛛吊 则表示近期 家中会有喜事发生 好事连连 可能是孩子 学业有成 金榜提名 也可能是 自己取嫁有望 还可能会有横财收入进账 赚得盆满钵满 咸鱼翻身 枯木逢春 绿色是非常养眼的颜色 一棵树如果看上去生机勃勃 绿意盎然 谁看见都会满心欢喜 反之则会让人心生厌恶 树的成长需要特定环境 遇到雨水充足的优良条件 会枝叶繁茂 茁壮成长 若遇干旱缺水的恶劣条件 可能会枯萎下去 死气沉沉 一棵树木枯萎多年 看起来奄奄一息 经过一场及时雨的滋润后 它又重新换发生机 这种现象便是枯木逢春 枯木逢春的概率非常小 是天气、环境、时机、运气等各种有利因素 集合到一起促成的 因此说 遇到枯木逢春的现象 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事 被许多人看作是吉祥的象征 家中将会出现新气象 寓意着生活从此会走上一个新开端 今后的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好 更上一层楼 9.被多个异性同时追求 正所谓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的财运和桃花运是相通的 每个人都会有桃花临门的时候 在桃花运最好的时候 就是横财要进门的时候 人一旦被多个异性同时追求 表明近期人望、财望、运道望 不是家里要有人发横财 就是自身有望生殖加薪 但是要注意不能陷入迷情之中 更不能纠缠不该纠缠的感情 喜运就会长流不散 10.头发长得快 头发三千丈 青丝晚财薄 头发浓密之人 不是皇帝命 就是贵妃命 而无论男人女人 近日如果头发长得比从前要快 一是表明近日精神抖擞 体贱孕家 二是象征着天降横财要进家门 特别是男人 头发长得快 浴室官场上有红韵 贵人在背后鼎力相助 能成大业 而若是女人头发长得快 表明近日肚中有喜 长发之下有小儿 甚至有得龙凤胎的福气 11.喜鹊暴喜 人们喜爱喜鹊 一是因为喜鹊在民间 一直被当作吉祥鸟来看待 有些地方直接把喜鹊称作暴喜鸟 认为住宅周围如果出现喜鹊 听到喜鹊叫声 就暗示家中将会出现喜事 如果出门 抬头偶然看到喜鹊 被称为抬头见喜 预示着最近将会交上好运 二是在传统文化里 有喜鹊催生出许多成语 比如喜鹊登之 喜上眉梢 雀笑揪舞 雀桥相会 名声雀起等等 这些成语都是包一词 从侧面反映出 自古以来喜鹊在人们心目中 是能够带来好运和福气的吉祥鸟 这种文化心理已经根深蒂固 三是喜鹊自带一种吸引人的气场 体态优美 叫声欢愉悦耳 全年成双成对生活 对另一半不离不弃 况且民间还有喜鹊进门 好事来临的俗语 更进一步印证了 人们喜爱喜鹊的文化心理 喜鹊出现能不能带来好运 不是人们最关心的 人们关心的是喜鹊出现在视野后 对心里的安慰和激励 可以看出人们对喜鹊的喜爱 实际上就像情人眼里出息诗的心理一样 12.好梦出现 梦境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运气变好之前 皆会有一些特殊的梦境出现 这种梦境虽然当事人无法自我准确参悟 但是心中会有一种感觉 感觉到梦境中的内容非同一般 那么恭喜您 运气很快就会变好大吉 13.幼儿串门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家里有生气 而小孩就是活力的来源 特别是那种一两岁 刚刚学会走步的小孩 什么都不懂 不仅对什么都好奇 也喜欢这里看看那里瞧瞧 如果有刚刚学会走步的小孩 非要拽着大人往你家挪步 这就说明最近你家运势不错 容易遇见可喜的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